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爱学编织》 这档课呢我们来学习一款Z字纹的棒针花样 起针数呢需要是8的倍数加2针 我示范呢起了一组10针 花样呢一共是16行一个循环 我们来看第一行 第一针条重复8针的花样 一针正针 一针反针 再一针正针 然后呢5针反针 重复这8针 边针反针 第二行 低针条 然后我们顺着这纹路去织 所以呢重复5针正针 一针反针 一针正针 再一针反针 最后变针 最后变针呢 最后变针呢反针 第三行 第一针条 然后我们重复 一针 一反 然后呢5针正针 一针反针 然后重复这8针 最后变针反针 第四行 第一针条 然后我们重复 一针 5针 5反 再一针 一反 循环去织 最后变针反针 第四行呢 也是顺着纹路去织的 第五行呢 就跟第四行是织法一样的 跟第四行织法一样的 第五行 然后第六行呢 跟第三行织法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吧 直接织吧 第五行跟第四行一样 条 然后我们重复 一针 5反 然后呢 一针 一反 变针至反针 第六行呢 跟第三行一样 条 然后我们重复 一针 一反 再五针 正针 一针 反针 变针 反针 第七行呢 跟第二行又是一样的 我们再来看第二行 回顾一下 第一针条 然后我们重复 五针 正针 然后呢 一反 一针 一反 然后重复这八针 最后变针 反针 第八行 跟第一行 执法一样 条 然后我们重复 一针 一反 一针 五反 然后重复这一段 最后变针 反针 再来看第九行 第一针条 然后我们重复 四针 反针 再一针 一针 一针 反针 一针 一针 反针 也是重复这八针 最后变针 反针 第十行 第针条 然后我们重复 一针 一反 一针 一反 再四针 正针 然后重复这一段 也是顺着前面的纹路值的 这个反面 变针 反针 第十一行 第十一行 第一针条 然后我们重复 三针 正针 一针反针 再一针 一反 两针 最后变针反针 最后变针反针 再看第十二行 调完之后 重复 两反 一针 一反 一针 再三针反针 最后变针反针 第十四行 第十三行 十三行跟十二行是一样的 调 然后我们重复 两反 一针 一反 一针 然后再三针反针 最后变针反针 第十四行 跟第十一行 之法是一样的 第一针条 然后我们重复 三针 一针反针 再一针 一反 然后两针 正针 最后变针反针 接着第十五行 之法呢 跟第十行 又是一样的 低针条 然后我们重复 一针 一反 一针 一反 然后呢 四针针针 然后变针反针 第十六行 十六行呢 跟第九行是一样的 低针条 然后我们重复 四针反针 再一针 一反 一针一反 最后变针呢 也是反针 那后面呢 我们就重复 一到十六行 循环去织就可以了 那这个花样呢 织出来也是比较厚实的 比较适合呢 我们去织一些 男士的围巾啊 帽子啊 或者男士的毛衣啊 都是可以用这个花样啊 包包也可以的 好了 那这段课呢 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收看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